故事发生在一个原始森林 这里人际喊致 所以是背包客旅行的好地方 当然了也是作死的绝妙地方 你看一队登山客 刚想来那点啥的时候 帐篷猛的被拉开 随着一阵嚎叫 一双毛手抓住了妹子 一翻拉手后 他一声惨叫 遭到开膛破毒 然后被神秘怪物拉出去 叭唧叭唧的大块躲移 今天艾伦带来超级惊悚大片 闪灵战士 还有一个名字 触目君森 该片上映一天 就创下了英国恐怖片 最高票房记录 并横扫法国票房 获得欧洲各界营业人士的 一致点赞 时间来到了两个月后 一支特种部队 也来到了这片原始森林 他们是来这里做野战训练的 和另一支特种部队 避队进行较量 由于是秘密训练 连个通讯设备都没有 当然了 双方互不知道对方的位置 特种队共有六个队员 我们的小强就是一个 在指挥官的率领下 开始到处寻找避队 另一边 避队的上位正在寻找什么 有什么怪物猛然冲了进来 当即遭到了恐怖的袭击 来到第二天 小强他们发现了求救讯号弹 看来是B队出了什么麻烦 等赶过来一看 指尖B队的营地一片两极 到处都是泄气和内脏大肠 毫无疑问 B队已经全军覆没 而且尸体似乎都被吃了 呼听一声大叫 躲藏的B队上位钻了出来 他的胸口被狠狠地抓了一把 几乎开膛破毒 似乎是某种大型野兽干的 由于设备也遭到了破坏 大家无法求援 只剩半条面的上位一直喊着 快离开这里 快离开这里 但也不说到底是什么东西攻击他们的 忽然之间 不远处响起了狂躁的嚎叫声 非常的毛骨悚然 显然是什么可怕的怪物 指挥官赶紧下领逃离 小队在茂密的树林里一阵狂奔 但神秘的怪物还是越来越近 一个队员猛然遭到了袭击 指挥官纹身赶来救援 呼听一声咆哮 一只十分高大威猛的怪物窜出来 指挥官吓得连滚带爬 猛然发现队员已经被吃了一大半 接着那怪物又扑了上来 一爪子划破了他的肚子 关键时刻小强赶到 一阵突突突 打得怪物嗷嗷逃窜 只见指挥官的内脏和肠子都躺了出来 不过小强可不会抛弃战友 急忙用力的把五脏六腑塞回肚子 然后扛着指挥官一起逃跑 而那种神秘怪物继续疯狂的追杀 他们如同战力的野狼 高大威猛 行动极其的迅速 并且有好几只 万幸特种小队 全副武装又训练有素 一边跑一边拼命射击 逼着怪物们不敢太靠近 混战了一阵后 一辆卡车忽然出现 众人立刻冲了过来 车主是一位美女 招呼大家赶紧上车 起之刚上车 于是怪物便跳上来 就让一把打破了车顶 剩下利甩逃了逃去 这要是被挠到 不是开膛破度 就是断手断脚 好在秘密及时甩下了怪物 危机总算摆脱了 但受伤的指挥官 无法坚持颠簸 于是秘密来到了一个 附近的小农场 此时已经入夜 确定屋子里面并没有人影 只有一只哈士奇留在家里 秘密告诉大家 这是方圆数十里 唯一的人家 恐怕农场主一家 也遭遇不测了 出于安全考虑 两个队员心惊胆战的 出来查看 举着上面弹一照 只见卡车已经被破坏了 黑暗中更是浮现出 几个怪物的阴森影子 两人大叫一声 撒腿又跑 同时打破卡车的油箱 吓退了怪物们 然后冲回屋子 卡车随即发生了爆炸 这下可好 没车怎么逃跑 忽然之间 怪物们试图破目而入 大家吓得拼命堵门 与此同时 那只哈士奇 忽然咬住了指挥官 躺出来的大肠 想要大吃一顿 但指挥官太小气 就是不肯给 一顿混战后 怪物们终于被打退 现在他们被困在屋子里 只要分别守住大门和窗户 由于弹药有限 必须节省使用 小强和秘密 则将指挥官扛到了二楼 然后找了一些针线 和502胶水 把肚子简单的缝合起来 原来秘密是一个动物学家 她几个月前来到这里 目的是研究狼人 因为这座森林里 一直流传着 关于狼人的传说 经过观察 狼人确实存在 而攻击他们的 正是这种怪物 大家十分的懵逼 不敢相信 但似乎又不得不相信 而狼人大部分时间 都处于人类形态 只有在满月这一天 能变成狼人 每当满月 狼人们就会集合起来 猎杀人类 享受狂欢和美味 如果他们能熬到第二天 危机也就结束了 不久之后 敏锐林里小强 发现必对的上位 变得很不对劲 他之前明明丢了半条命 现在却生龙活虎的 赶紧检查 直接上位 被狼人攻击的伤口 已经愈合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变得此时 狼人在外面破坏了电源 大家顿时陷入黑暗 很快 狼人们发起了疯狂的攻势 他们能在黑暗中事物 又力大无穷 不断从大门和窗户 展开攻击 让队员们各个训练有素 又英勇无畏 加上武器又是 打着他们哀嚎不断 根本无法攻入房子半步 一番大招后 一只狼人终于爬到了二楼 却遭到了小枪和指挥官的 一顿秃秃 哀嚎着摔了下去 如此一来 这波攻势总算被打退 起料乐极生悲 趁着一个队员放松的时候 一只狼人忽然袭击 一把抱走了他 只留下一阵凄惨的尖叫 毫无疑问 狼人们是不会放弃的 他们剩下的弹药 也已经快见底了 一筹莫展的时候 秘密忽然想到了个脱困的主意 不过十分危险 屋子不远处有一座古仓 农场主角的越野车就在里面 于是大家先从二楼放下绳索 然后让一个队员冒险跳下去 在黑暗里当诱饵 果不其人 狼人们很快上当 朝他扑了过来 队员撒腿又跑 惊险万分的爬回了暗楼 另一个队员趁机跑出屋子 直奔古仓 成功找到了越野车 谁知打开车灯一看 前面被抓走的队员也在古仓里 正在被一只狼人当作美仓 狠狠的撕咬 然后又来攻击他 队员门踩油门 甩开狼人 然后赶到了屋子的大门前 确定脑后忽然想起了 沉重的呼吸 显然还有一只狼人就躲在车里 队员只好豁了出去 可哪里是狼人的对手 转眼就被大邪八块 等其他人冲过来 只见队员已经被吃掉一半 狼人娃舞一声又扑了过来 关键时刻被秘密几枪打跑 更让人绝望的是 越野车剩下的油 根本不足以逃离森林 眼看已经没了希望 尚伟终于说出了真相 他们避队就是奉命来抓狼人 只是没想到狼人根本不止一只 而小强他们就是被尚伟挑选的诱饵 用来引诱狼人现身 小强他们气得要当场避掉尚伟 可万万没想到 尚伟忽然间变得猙獰可怖 双眼发绿 在巨大的痛苦里 牙齿也开始不断并肩 指甲延伸的如同力少 随着一声咆哮 再次爬起来的尚伟 便已成了一只狼人 不有分说就要上来咬人 幸好大家人多事众 不说片刻便逼着尚伟逃之遥遥 面对这种情况 大家终于搞明白了 这些狼人其实就是农场主义家 所以对这里一清二楚 这可真是自投罗网 指挥官忽然露出肚子 他已奇迹般的愈合了 毫无疑问也遭到了感染 不用多久就会变成狼人 到时候只求小强 不要心慈手软 忽然之间 秘密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让大家把越野车的油箱打破 一边漏油一边开枪骨仓 因为狼人们就躲在骨仓里 然后点燃汽油 轰的一声 把车子和骨仓炸上天 可接下来让大家彻底懵逼的是 狼人们根本没在骨仓 从头到尾 这都是秘密和狼人的计划 他们在玩一场有趣的猎杀游戏 谢谢你们了 今晚是我们玩的 最尽兴最开心的一次 你们已经弹尽两绝 穷途末路 该是圆满结束游戏的时候了 秘密说着打开了后门 让狼人们进屋 随即自己也开始变异 哪知装逼还没有装完 忽然被人类一枪爆掉的狗头 其余的几只狼人 和仅身的三个人类 展开了决战 一片混乱中 最后一个队员淡尽两绝 被一只狼人堵在了厨房 他无所畏惧地和狼人玩起了净身肉搏 这不是开玩笑吗 不出所料 很快落败 然后被当场生事 小强和指挥官也被打得步步后退 困在了二楼 他灵机一动 打穿地板 摔到了一楼厨房 就在这绝望的时候 指挥官打开了地窖 让小强和小狗躲进去 他已经忍不住要变异了 决意和狼人们同归于尽 趁着仅存的理智 他斩断了煤气管 然后恋恋不舍 看着家人的照片 不久后 几只高大的狼人闯了进来 准备在变异之前就吃掉他 哪知正好中击 指挥官决然地一把打开炉子 瞬间引爆了满屋的煤气 随着一声轰鸣 整座房屋四分五裂 连同狼人们一起炸成了灰烬 地窖里的小强 则成功躲了过去 终于 一场残酷的猎杀游戏 落下了帷幕 真是悲催的狼人啊 玩着玩着 被评为最有风格 最狂最上的恐怖经典 所以啊 烂片的坑我来踩 买片的事你做不做 我一本来哭下个 别能吃干什么 孩子 我一只雷鸣 明知二位